美國跟日本在超級循環賽的交手 日本派出核治潛水艇 高球領先發 希望以下鍋球入 壓制對手 可惜計畫趕不上變化 而局上第一個上來的Alec Boone 敲出右半Bianda 讓這位中心打者攻佔得點圈 稍後靠著隊友掩護 Boone來到三類得分大門口 稍後Jack on Crown & Wals 敲出一類方向滾地 三倍刺殺出局 Boone乘船回到本壘 攻向美國第一分 而且山姆大樹實隨之味 三上第一位上來的Conor Chahan 又敲出深遠安打 讓他攻佔得點圈 幫助美國再次開啟攻勢 接下來一三類友人局面 Robert Dalbeck适時敲出安打 同樣送向左半邊 雖然日本外野手近藤見戒 儘可能爭取時間 還是無法擋下 Dalbeck回到本壘攻下第二分 反觀日本大線 前三局沒能敲出安打 四局上總算把握罐頭契機 林沐成夜敲出左半邊飛球落地 日本的第一支安打總算出爐 而且這安打不出則意 一出就是三類安打 面對日本得分良機 淺村龍頭也事實補上右半邊安打 當初日本隊突破得分窘境 只是美國這場的打擊實在強悍 五局上靠著三支安打串聯 又在天得一分 五局打完 美國仁保有三比一領先 不過本屆日本隊最大特色 就是韌性十足 六局下淺村龍頭再度把握得點圈機會 又掃出右半邊深遠安打 顧送隊友回到本壘 緊張個人第二分打點 這場淺村奮力貢獻猛打賞 幫助球隊再度追到一分差 可惜這場日本投手群 確實拿山姆大叔沒辦法 七局上Jodan Adele反方向攻擊 這樣推出一發揚春炮 也是美國連續五場敲出紅布讓 加上投手群有效壓制 中場美國就以四比三擊敗日本 總算拿下副賽首身 國安局新聞 綜合報導